今集《曼德拉侯應》專輯267 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侯應個案 今次個案是一種常見的海洋生物 極可能因為曼德拉侯應 出現一種我們從未見過的顏色品種 這一種海洋生物就是海豚 對於香港人而言 必定非常熟悉海豚 因為香港海洋公園 曾是全亞洲最大的海洋生物展覽館 而且海洋劇場的海豚和海獅表演 更是海洋公園其中一個主力表演項目 這樣大家的記憶中海豚是甚麼顏色呢? 香港海洋公園裡面 在海洋劇場裡面表演的海豚是灰色的 而香港鄰近水域生活的中華白海豚 即是白色或是粉紅色 他們亦常見於新聞和報章上 而另一方面 相信大家都見過殺人瓶 他的皮膚與紅貓一樣 是由黑白兩色組成 但是原來現今現實中 仍然存在一個海豚品種 皮膚與紅貓和殺人瓶一樣 是由黑白兩種顏色組成 而且他們的名字就是紅貓海豚 大家以往曾聽過這種黑白色的紅貓海豚嗎? 片中所見 是日本與鳥水族館致養的紅貓海豚 以往大家曾否從任何新聞、雜誌、書本、紀錄片 甚至海洋公園對海豚的介紹裡 見過西上存在這種黑白色的紅貓海豚呢? 然而 現今現實中 紅貓海豚是確實存在 並且是有歷史以來一直存在的野生海洋生物 但是 假如一直存在這種外表如此獨特的海豚的話 相信任何海洋生物紀錄片、展覽館 以及香港海洋公園 必定會介紹給公眾認識 按現今現實記載 紅貓海豚是南半球海洋出現的品種 正式名稱是黑白海豚 或稱康氏矮海豚 花斑灰頭海豚 是黑白海豚屬下 其中有兩個雅種 分別生活在南美洲 和印度洋南部的海爾蓋浪群島一帶 假如你還未見過這種黑白色的紅貓海豚 極可能是因為現實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令這種大部分人從未見過的海豚 出現在現今的新現實裡 是黑白海豚 價格都 gua最終會看到 真的看見